我们在天上的佛神 祝带领和帮助我 看过我 是我们上好历史课 看到主力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以至于我们今天 知道如何面对现实 高高峰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气 上回给大家讲的 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 既不神圣 也不罗马 三它也不是个帝国 为什么不神圣呢 因为它不是上帝建立的国家 它只是跟罗马天主教 受到一个封号 它也不是罗马帝国 它只是传承了罗马的这种精神而已 它也不是个帝国 它是个身上的联盟 但是它偏偏叫神圣罗马帝国 而且欧洲人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荣誉称号 也很追求 白人社会很追求这个东西 大家理解 虽然我们都不是白人 我是祖祖辈辈都是黄皮肤的 黑头发的中国人 跟他八杆在这 你要理解这个 你学英语 学文科 跟学那个数学不一样 学数学 学物理学 是理解大致的 那学文科 你要理解人 你知道 你学习真实的东西 我们公立学校很多是耽误人了 不是他老是没教学水平 他教的假的东西 你知道 不存在的东西 虚的东西在里 你就学了白学了 我们今天呢 学第二部分 神圣罗马帝国 它的对外扩张 对外扩张还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宗教的扩张 一个殖民地的扩张 以前给大家讲过 欧洲人的扩张 一个是有两条路线 一个宗教性的追求 一个殖民地 就是黄金香料 我们的追求 八等关系 上回给大家提了几个问题 大家认识了历史学的作业是什么 现在历史主要是思考问题 我们看到安徒生童话里头 丑小鸭 里头说了大头鸭 这次大头鸭很有生分 有一次他是西班牙来的 为什么西班牙 这么吃香呢 西班牙人有钱 西班牙人发现了南美洲 曾经呢 也统治过中国的台湾 被郑成功呢 打败了 赶走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知道 从复兴下 天主教内部改革 最大的一次会议还记得吗 增加改革以后 天主教有一次重大的会议 整个天主教 或者说他决定了一个天主教的建立 跟我们基督教完全分家了 有一次重大的会议还知道 你得写一下 你现在开始写一下 天特会议 又叫特冷特会议 翻译的不一样 我英语又没有 这什么也写 T-L-E-N-T 你写一下 天特会议 这个你一定要记得 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分家 伊斯库开了14年 主要他有什么 对天主教整个世界 他一个天凡地妇的改变 天主教主教 和他所在的教区建立起来 让神志人员 你转子 你不能够减子 有部分现在毁高了圣经 但是在西班牙改革的 基础生命搞得 然后关于圣物和赎赎券 它有个规范性的实验办法 然后创办神学院 然后把托马斯阿奎纳的哲学 或者是神学 作为天主教神学的权威 以它为标准 托马斯阿奎纳 还有五加大译本 作为天主教的权威译本 然后 大家没事把话筒关一下 关个忙 你讲我就没办法讲 伊诺 伊诺你还在不在 让你们家传话出来 就是说什么叫圣经五物 他们也讲圣经五物 但是他有时候叫传统也是五物的 而教皇五物他曾经解释 不是教皇所有的时候五物 是他在位的时候 担任者也反映教宗 这个名词 有的时候是翻译为教皇 有的时候翻译为教宗 大家都是一码事 以后我就不再备注了 因为有些资料来源不一样 他就有些说是教皇 有些方面教宗都是一码人 一码事 七哥圣礼为使人举行弥杀 平行徒可以领受丙的 又可以领受悲了 然后诚意就是借着恩典 还有自己的好行为 合在一起就诚意 是吧 就是天主教内部改革 这是内部改革 刚才给大家讲 对天主教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这就复习了一下 一点基督特冷特会议 你只要学世界历史 尤其是基督徒不可以不知道 14年的1573年 这个1547年到1563年之间 14年 13年的14年首尾教下去 14年的这个尊教会议 那么天主教通过内部改革以后 它产生一个早期的宣教 在世界范围里的宣教 这个宣教呢 不光是对整个世界历史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对中国历史 产生很多的影响 你不了解这个耶稣会 这明清两代 以后讲 我在讲中国历史的时候 你就看不明白 一点先学世界历史 才在学中国历史 我讲到明朝的灭亡 你如果你不了解西班牙的历史 你就不了解中国的明朝 为什么不容易 没有 1534年8月15号 这一天 一个叫伊纳爵 又翻译为伊根纳丢 叫罗亚拉 与方济 沙胡略和伯托 法布尔 他们在 特别是罗亚拉 他在巴黎成立了 他当时在巴黎读书 他原来是个军人 去读书 成立了一个反对宣教改革的组织 叫做耶稣会 耶稣会有三大特征 一整事的所有的人 你放弃财产 你想发财 你不要信耶稣 这就是合乎圣经的 你做教会的牧师 传道人 做权势 你不能够追求财富 别人可以追求财富 今天有一个人把那个阿米涅的那个叫什么 叫卫斯里是吧 拼命的赚钱 拼命的什么 存钱 拼命的费信 当做清教徒人 清教徒人都没有这句话 没有这句话 是卫斯里自己讲的 卫斯里根本就不算清教徒 连巴干子打不着的情细 国内的人历史错乱 没什么事 你做传道人 你一定要清兵 你不能够追求财富 包括保罗彼得 他们都没有做存钱的 有一点就用了一点 别人可以追求 你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教会的领袖很容易 在金钱方面跌挡 你过什么生活呢 当然也不至于穷死 过平均的生活 就是比如说 深圳市人均收入 是六千块人民币 那你就拿六千块 或者拿六千五百块 一个月 是这样的 然后顺服 顺服这个东西 我们以后再说 顺服在上掌权的 顺服领袖 他在这里是顺服 教证 怎么顺服呢 他有一句话 你要像尸体一样的 任意摆布 像公邦一样的听指挥 然后你要像蜡烛一样的蜡 可以随便改变形状 你顺服到这个程度 对不起 手心没关 手心没关 你顺服到这个程度 你按照军队里操作 耶稣会 在基督教里头有一个救世军 大家听说过吗 救世军 他也是英国一个人 叫你忘记了 他按照军队的编制 来做教会 非常有纪律 还有守身 这个我们赞成 就是说不结婚 你结婚了 你就经历着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 如果你想结婚 你就不要做修女了 你去结婚就行了 他是自愿的 你觉得你守不住 你没有独身的恩赐 他有改变了 以前是强制性的 现在不强制了 你自己觉得你能够守身 有独身的恩赐 那么你就做神父 或者做修女 你觉得你自己没有 你半路上都可以退走 英国爱兰 他们就是说你别退出去了 你不要做修士 直接结婚就行了 就这样子 这个比以前就比较友善了一点 那么耶稣会 这成员 我找了一下资料 那么最低级的 也是五年的教育 初级阶段 我认识一个北京的天主教徒 在法国 多了五年 五年的实习 他曾经有很多实习 见习去选教这种 你再过来才能够按你守护 整个耶稣或惠世社会的教育 有十五年时间的教育 要学习个语言 文学 哲学 神学 法学 医学 还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 叫做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 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 是来自于中世纪 天主教的文艺复兴 基督教也有人文主义教育 就是说研究 比如说他们像印度土 像那个印度教传教 像佛教的 他的佛教的了解 你就是一般和尚 你比不上他 我看过那个人了 他佛教跟佛教传教 佛教都被他变得哑口无语 他就是用佛教跟你变佛教 他就这么厉害 你看来中国传教的那些 像利马斗 利马斗他们 他的儒学的了解 就是一般的儒生 根本就比不上他 他的四数五经的通小程度 就是你必须近世级别的 你才能够跟天主教的 宣教士对话 你普通的什么修才 什么举人 你的儒学的了解不如他 因为他花的时间特别多 他整个独生 他专下来干这个事情 所以耶稣会的传教士 他们还掌握过 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医学 在中国来医病 还有这是科学能够造 如果你需要的话 他国家为你造 中国明清两代的火炮 就传教士教的 天主教的传教士 叫什么修房子 搞天文测试 还有制造红仪大炮 就是他们干的事情 很厉害 那我们有没有必要这么学的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有这个教育的天分 有这个学习的 可以 最重要的 你的圣经的研究 对圣经的研究 尤其在本国宣教 你不需要那么高的学术 如果你外出宣教 对一些高层 你可以学习一下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这重要你的神话语的理解 你的神话语的理解 你被圣灵承骂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 因为你这样除了 耶稣十二门徒 除了宝罗 比较有学问以外 其他也都是普遍的 那天主教他其实追求这些东西 除了以外 他还有社会慈善事工 拯救贫困 这大的特色是心血 他要干掉马迪诺独 干掉加尔瓷 他当时有个口号 降伏一切一断 天主教宣教士 这个耶稣会 曾经被葡萄牙人 法国人赶出去 因为殖民主义者 和宣教之前的这些矛盾 大家看来那个 我推荐给大家看那个影片 那个传教士 教会 教会那个影片 这天主教徒拍的 就是传教士和当地的殖民主义者 他承受很多的矛盾 那么国王肯定站在那些 殖民主义者的角度 就取消了耶稣会 法国 西班牙 葡萄牙 他们取消过 后来到一八零六年 一八零几年 就是一八零几年的时候 教皇就教宗就重新恢复到耶稣会 现在耶稣会在全世界 有两万名会士 在一百一十二个国家活动 其中包括中国 中国有一所大学 叫辅仑大学 辅仑大学 就是天主教耶稣会建立起来的 是中国排名四届前几名的大学 辅仑大学 当然现在没有辅仑大学 辅仑大学到哪里去了 合并了 台湾 新竹还有个辅仑大学 大学已经没有了 那么我们讲西班牙的钱了 西班牙人为什么那么有钱 在欧洲甚至那个童话里头都调侃 西班牙的扁头鸭大头鸭 都是有社会地位的 西班牙最早从事世界贸易的 不是西班牙 而是葡萄牙 西班牙是后来这局上 葡萄牙人有个航海学校 就是那个亨利王子 但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哪里呢 在中国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吗 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殖民地 在哪里知道吗 哪个同学知道 哪个同学知道 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殖民地 在哪里知道 是不是广东 澳门 澳门嘛 澳门 葡萄牙人最早从事世界贸易 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问这个岛下什么 吗干 广东人 听不到葡萄牙人吗 麦嘎 葡萄牙人给澳门其名叫麦嘎 麦嘎就是什么的意思 就是澳门 普通话就读着澳门 港东话叫麦嘎 麦嘎 这个麦嘎就是我们的澳门 这葡萄牙人就进来就回我们这里来了 西班牙占领的是什么的台湾 台湾后来要正成功收回来就不讲了 西班牙人我刚才讲的 他们打败了那个我们之前讲过西班牙向全球的扩张 他打败了什么 奥斯曼图尔奇嘛 就是他自己恢复了基督教化嘛 他就两个一个宗教的动力 使他全球进入狂热的增教狂热状态 然后金钱的利益到西班牙在各大洋之间展开贸易 发了财 中国的瓷器 然后石头还有那个茶叶 用到欧洲 然后欧洲的这些玻璃 中国人需要玻璃嘛 用玻璃啊 我啥东西 印度的香牙 西班牙 香料就印为欧洲 还有北美的那个三角贸易 北美的糖 欧洲开始吃糖了 甘蔗糖 还有啥东西 糖玉米啊 等等这些东西 就展开贸易 非得的奴隶 那么西班牙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那么他的贸易范围呢 北大西洋 大西洋 美洲 墨西哥 太平洋 菲律宾 东亚 包括台湾 香港 澳门 广州 都是他做生意的 原来是石头之路 石头之路被奥斯曼 土耳其垄断了 就搞不来了 那么西班牙人除了军事方面呢 他就攻克了拉丁美洲三大帝国 一个阿兹特克上去杀掉了4000多个人 然后把非把欧洲的那个传染病天花 就带过来了 把美洲人的传染病那个新病呢 带到世界各地跟葡萄牙 还有印加帝国 玛雅 这些进行了很大的破坏 当然也传天主教 然后这些语言文化 就极度的西班牙化了 等等这些 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 事实 天主教在这方面宣教很热情 那么也对这个当地的破坏来 也是很显然的 这是同样的属于神圣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呢 后期这么厉害呢 其实跟他的自己有关系 西班牙的皇室不是西班牙本人 西班牙本民族的人 而是哈布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奇怪啊 为什么因为欧洲当时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 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岳飞啊 他的那个国家的国不是今天中国的这个国 他那个国是指是那个赵氏王朝 赵圣王朝 所以这些民族之间的没有什么观念 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那个取代了西班牙的皇室啊 他呢 掌握了神圣罗马帝国 所以我把这些奖写都放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名之前 他在欧洲他不但是西班牙国的国王 他同时是捷克匈牙利的国王 他号称了第一代日布罗帝国 后来日布罗帝国之名号给谁呢 给英国人 他当时叫日布罗帝国 他在欧洲包括现在法国后来也被他治理了 还有那个荷兰也是他治理 都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 你想想看台读多大啊 讲几件事从右边看到左边啊 我在拍图啊 从右边看到左边啊 不是左边看到右边 从右边看到左边啊 首先啊 你看哥伦布啊 是受西班牙的采取嘛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啊 这个巴尔沃岳呢 德巴尔沃呢 德巴尔沃在宣布啊 这个美洲这土地是西班牙王室的 你看到吗 他来这的时候 然后印加皇帝就是现在的那个资历 那个宣布来向他投降 打不过西班牙 西班牙人转过先进的火器 人家都不行马事啊 然后呢 跟法国1525年跟法国打了一仗 法国也给他打输了 为什么给他打输了 西班牙的财力 这这这这还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1571年欧洲联军啊 西班牙军队是其成一之一 还加上了什么意大利的军队 还有其他的志愿军呢 就组成欧洲联军 跟奥斯曼土耳其1571年 叫勒班陀战役的人 把奥斯曼帝国呢给打敗了 奥斯曼帝国的海军给灭了 就是这个大西洋这这地的 这地震海呢 在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势力 奥斯曼帝国呢就走向衰弱了 这就是西班牙帝国的 这这落了一个字 1521年到1643年 都是西班牙帝国的辉煌的事情 1643年就走向衰弱了 在120多年西班牙的时代 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常识 你不需要刻意 这个你不需要刻意的背 这这就是常识 在这常识的记者上面 你知道西班牙为什么有钱 这里呢有一艘船 这船你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装金子的 西班牙中复了美洲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向全世界宣告 世界的上帝把世界的教皇 教皇呢把新大陆呢 给了西班牙国王班子 这个打字打错了 老师有说打字打错了 西班牙 西班牙 教皇呢把新大陆来给了西班牙国 那么西班牙人在美洲发了多大的财 我们的这个教授书上面看到5000亿美金 那5000亿美金怎么算出来的 按照什么时候算的 现在的美金还是100年前的美金 那完全是两码事 100年前比如说洛克菲勒有赚了 赚了11亿美金 11亿美金的话相当于今天2000多亿 美元因为美元在贬值 美元也在贬值 你说那个时候的5000亿 那什么时间算的 这个书就是一直不太严谨 不太严谨 那我们不按照这个算 我们按照了 物质上西班牙人 1600年前开始 一直到18世纪在300年之间 西班牙人在美洲最少搞定了200多环境 18000多白银 这是个什么感觉呢 什么叫18000多白银呢 我们知道以前做国际贸易 今天做国际贸易用什么钱的结算 比如说你要在在日本 你买一些买一些电器回来 或者说新西兰人来中国买一些服装 请问用什么货币结算 你们说 用什么钱算 美元 就用美元 为什么能够用美元不用人民币呢 知道吗 为什么不用日元呢 用法兰呢 不是用德国马克呢 为什么你美元 以后美国最厉害 什么厉害 讲的是对的 什么厉害 美元 它稳定 在法国一个布雷洞生人体系 美元原来是跟黄金挂钩的 知道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元是跟黄金挂钩的 有黄金这种贵重货币做保证 美国的财力 现在保证 美国财政部长 曾经讲过 美国联邦储蓄委 讲过句话 因为中国人不是造谣 说美国货币匾别 中国欠了美国的钱 有一个议员提出来就是什么 不还给中国了 中国已经想到我们买了 美国的国债全世界都可以 而且信用力敌 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 和美国一个参议院 国家什么货币委员会 讲了一句话 我们捍卫美元的信用 就叫捍卫我们眼睛一样 就这样的 全世界都可以放心 它是信用的货币 要不然你敢买吗 它以国家信用作担保 我们国家你敢担保 就人民币 我不要信你 谁相信你的 谁信你的 你讲给谁听 那么其中在以前 没有美国美元之前怎么行 货币交易的 白银做货币交易 银子 我们国家明朝和清朝的主要货币 不是铜钱 而是银元 银子 几两银子 但我们国家其实不产银子的 这银子是谁来过的 是葡萄牙 西班牙人 在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在美洲采银矿 银子做国际通用货币进行交易 我们国家满清八国联军打仗的时候 赔钱也是赔白银 白银来自海关 国际贸易 你想想看 这1800栋白银就承担了国际货币 国际交易货币多大的能力 这来自于美洲的 这种钱挖的银很容易中毒 很容易中毒开采的过程 每一天都有人死掉 开采白银 矿国人来自美洲的土著 然后有父女有小孩 最后还有贩卖奴隶 无数人的尸体 产生了这200栋黄金和18000栋白银 西班牙人有钱了 你想想今天 我们说美国人有钱 还有一个阿拉伯人有钱 他产石油 那个是白银黄金涨了西班牙 西班牙多么有钱 而西班牙人最有钱的 就是西班牙黄市 他抽税 抽百分之五十的税 你想想看到西班牙黄市 政府都有钱 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 到美洲去 就是穷人 然后夭场万贯 娶着老婆 过上豪宅的生活 西班牙人因为这么有钱 他就用他的钱 打造了一个舰队 军事舰队叫无敌舰队 同时西班牙王室 刚才讲的是 撒哈布斯巴王室 他不是本国的人 他们建立了世界第五八零年 他还把那葡萄牙帝国给打败了 就西班牙的霸业到了巅峰 但是这个巅峰就像圣经所讲的 恶人贸盛的时候 正是他要灭亡的时候 唯有耶和华 直到永远 那四瓶九十二瓶 西班牙这么有钱 他用来干什么 马上还宫廷开旨 那么谁赚了便宜 付了这么财呢 我们中国人说恐慌 什么呢 罪人的钱归一人所有 这是马太亨利的 世界上面的财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得人 英国人得大便宜 我们中国人说 螳螂普常 环雀之后 英国和法国 英国开始了公益革命 法国就发展农业 因为西班牙人赚了这么多钱 大佬有钱 有钱的话 他没有用的发展经济 但是他还是需要吃喝 需要消费 可以进口产品 到哪里去进口产品呢 到英国去进口延价的工业饮品 然后到法国进口农产品 所以西班牙人是发了大财 拿两个国家占便宜了 就是英国和法国 英国发展出它的工业 然后法国就发展出它的农业 法国一直它的工业不怎么样 这两个国家就占便宜了 西班牙的帝国的影响 刚才一百多年 当然刚才跟大家讲 中国的明朝和清朝 银本为治 因为他赚了很多的钱 那铜钱就不是银子 就是银子 中国的瓷器 茶叶 石酬 就通过西班牙人卖到全世界 那么西班牙人又采用金子 金子在欧洲 金子作为主要货币 你不能说我带你们国家去 或者说我西班牙人到德国去买东西 你吃饮什么东西做支付货币 当然是金子 那么西班牙的强大 是他成为天主教之毛 天主教借助了西班牙的势力 陆圈海群和教权就要做什么 把天主教的信仰传到全世界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英国的崛起 英国 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 英国向全世界扩张 那个时候英国其实也只有200万人口 把西班牙的无地建斗给打败了 在欧洲内部 西班牙人就法国的崛起 还有英国一起联合 把西班牙 西班牙当时他自己有内战 内战 在20世纪时 西班牙农入了三流的国家 到今天为止他也不怎么样 是在西班牙王室 跟大家讲一下 上一回有同学问 什么叫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其实给西班牙和葡萄也有 主要是西班牙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西班牙就是墨西哥 从墨西哥一直到了阿根廷 在广南北 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今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然后是葡萄牙 他们主要讲西班牙语 所以跟他取了名字叫拉丁美洲 西班牙语和拉丁语的分子 就是拉丁语上面拍神出来的 这是拉丁美洲 他们的性格这里面也很火热 很火热的性格 跳拉丁舞 那么的就是这样的 这男女关系方面不太简点 就俗称叫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的经济整体上面不太发达 不太发达 他学习美国学得不太好 你就发生天主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 形成了个南北差异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就给你看这些国家看到什么 阿根廷 智利 秘鲁 巴拉圭 巴西 乌拉圭 替祖秀很厉害 爆发力很强 伟内瑞兰在经济方面 你就落后就是产生剥削 因为他那个宗教分不开 有的时候政府很腐败的时候 牧师或者省府拉起枪 就带来会证等政府干起来 经济位置还有这种事情 我们休息一下 这里就等下再讲 这个天主教国家的影响 9点过8分了 9点148过来 我们休息一下这个不好连接 有印朝能力有什么 中国哪个国家没有印朝能力 哪个国家都有印朝能力 9点148 比如说美元是霸权 我干涉还给大家少讲一下 我回答大家问题了 背后是国家的信用 一个人选择用什么户币 尤其在国际贸易过程当中 不是美元霸权 美国人没有强迫你10元美金 但是就像你在俄罗斯 然后我叫人家自愿10元美金 因为10元美金不吃亏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10元美金你不吃亏 10元人民币你会吃亏 就这么简单 这不叫霸权是自愿选择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丑化别人 那你美金去看看 你的美金你去俄罗斯买东西 俄罗斯他就不会他还是要美金 他担心吃亏啊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9.19过来啊 这剩下哪一张啊 大家你要看那个题目啦 我的老天爷呀 你那个 以一张的西班牙的财富005 西班牙财富005 大家怎么 然后 先讲我005了吧 9点20过来 时间 9点20过来 后面的这个大家提问的啊 有人 问过问题 我不是照本宣科的啊 你要教程你要看一下 每次上课前我都会公布 我上哪个课 我告诉大家 我上课的人也没有想他烟灭 那首哭之恩呼吁的时候 他就追击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经贵野豪华的人面前 那所有人都没有想我 我上课的 外交都没有想我 love who you are 这样 我上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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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试 we are 天空的 别人的 我上课的 天空的 空的 一会上课的人 我上课的人 我上课的人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害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幸运的包装 我害怕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臭笔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把蝶葡萄 虽有军兵 昂赢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谁让青旗倒闭 攻击我 我必须安稳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她的容眉 在她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早已荒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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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已荒满 把我藏在她 帐木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庞石上 我早已荒满 现在我的地安手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她的掌握 我早已荒满 我早已荒满 我要尝试歌颂 耶和华 耶和华 我用声音 呼吁的时候 求你一句题 并求你来学我 应允我 你说你忙当 寻求我的别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真要寻求 不要想我 我烟灭 不要发怒 当初仆人 你想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身啊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力气我 你 就这样 忽然分手 哦 神啊 求你 神啊 求你 神啊 求你 发出你的亮光 和真实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 你救我 到你的身上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吉他 到我最喜爱的神哪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弹琴称赞你 我的心哪里 为何有门 为何在我里面 烦躁 他 应当阳梦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我脸上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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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了听见了我们的列祖 也给我们书说过 你曾用手 然后赶出外邦人 却在陪着我们列祖 你苦待列邦 却将我们列祖发达 因为他们不是靠 自己的刀剑的地图 也不是靠自己的帮笔的身 那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帮笔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你是我的王 求你处理施压和德 我们靠你要推到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命要牵踏拿起来 攻击我们的人 因为我比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是我的神 为你救了我们脱离的人 使我们的人羞愧 我们终日一生 对 从荷兰人我搞错了 不是西班牙人 是我说错了 我说快了 对不起 我说快了 谢谢 有谁讲这就晕了 对不起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天主教国家 刚才讲插一下 插一下天主教国家和基督国家的成土 我们直接之前来讲过一个是巴巴罗萨 那个屠杀 屠杀改革中的 就是法国屠杀改革中的 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冲突 是1630年 1618年到1648年之间 三四年的宗教战争 这个我们就讲过了 就不重复了 今天讲一些 其他的两种国家的成土 讲下荷兰的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是什么 我们中文直译 叫Nestland 就北方国家 北方国家 Nestland 那么英语就翻为尼德兰 又翻为低地国家 土地比较低 荷兰这个国家 它有一些国土面积 它处于在海平面以下 它通过维海造田造出来 所以叫低地国家 荷兰呢 在16世纪呢 它是个航海大国 西班牙 有一段时间的岁首 有一半呢 国库的岁首呢 来自于尼德兰 就像我们中世纪说 德国是教皇的奶牛 那么尼德兰呢 就是西班牙的奶牛 西班牙奶牛 但是它照样的奶牛 它还限制了 荷兰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 然后提高西班牙的摇摩出口 所以限制了尼德兰商人 来西班牙 那这个时候 也有种民族情节产生的 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们 为什么打压我们呢 为什么你剥削我们呢 而且查理五世 在尼德兰的室内宗教裁判所 就是说重要了宗教改革 荷兰的宗教改革 跟德国跟美国 跟其他国家宗教改革不一样 荷兰人经过了两次宗教改革 一次比一次激进 第一次呢 是脱离天主教 学习路对中的改革 后来有一部分人 因为这些不是荷兰人 镇压那个什么 尼德兰他们跑到了 跑到日来瓦 去学习 学到贾尔文这一套 他搞第二次宗教改 就产生什么比利时信条 什么海德堡药理文达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夺特性经 等等这些 这个时候 荷兰人跟天主教 水火不仁了 他信仰方面本身有鬼 加上了经济利益 民族关系 也是闹得一团江 那怎么办呢 尼德兰人就开始反抗 就武力 武力 当然西班牙人 不是说你武力反抗 做什么呢 他就派人去什么呢 就这样 这么打仗 达到了1555年 一个定立了一个奥斯堡 合约 就承认了尼德兰国家的宗教自由 你可以选择信天主教 你可以选择信路德宗 你可以选择信改革中 它是人类历史上面 第一个承认 宗教自由的国家 那么是不是宗教自由 有没有什么好处 有没有什么坏处 你们觉得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 宗教自由的地区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 第一个 国家法律 确认宗教自由的国家 就是荷兰 就是荷兰 我给大家讲一下 历史事实 荷兰 进宗教自由改革以后 天主教和基督教 就不在打架了 什么好处 就是你爱怎么拜神 你怎么拜 你爱怎么敬拜就敬拜 没人管你了 你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 你们怎么辩论 比如说 那个阿米念 阿米念不是在荷兰吗 就开始辩论 找了个改革中教会的人辩论 你辩论辩论只要不打架 你不要惹出人命来 你爱怎么辩论就是辩论 没事 没有逼迫了 但是信仰本身生活也妥协了 英国的清教徒 英国清教徒是指哪些人呢 是无理教会的 不是长老会 是公理会的 他们的人 比如说那个师父中的爷爷 他们那一代人 还有叫什么 一个叫史密斯的莫斯 他们来到荷兰 因为英国逼迫 受不了 就像我们国家有很多人 跑到美国去一样 他们当时往荷兰跑 跑到荷兰来的时候 信仰本身没什么事 你心怎么叫 你叫到哪里聚会 当时没有钱的时候 只要在牧师家里面聚会 也可以 有钱自己来搞一个堂 搞个堂会聚会也可以 那些人在荷兰就找到工作 进工厂里头打工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孩子没有尽情的生命 只剩后代 你第一代不会妥协 你本来就在英国 受过很好的教育 受过很尽情的训练 你第一代没问题 第二代就麻烦了 然后清教徒的后裔 待着荷兰 真教自由的国家 而且曼娘穿华丽的衣服 教会拖拖拉拉 穿拖鞋这么的 那些败坏的行为就出现了 以至于这些清教徒 就不愿意带着过来 叫做莱登 莱登寺 就离开莱登 就到了北美 真教自由有好处 社会自由 这自由跟圣经里头 自由不一样 有好处 就是没有逼迫了 换出来信仰妥协 败坏 就变成一个很淫乱的教会 而且清教徒受不了 就往美国跑了 就这个我给大家插一下 好 我们讲过 讲过天主教对基督教的逼迫 在英国历史上 也叫雪昕玛丽 还记得吗 雪昕玛丽 玛丽 她妈妈是天主教徒 她爸爸呢 爸爸恒离巴士 跟她妈妈离婚 生儿子 后来玛丽做了皇位 怎么样呢 她成型的 她是个受过金钱的 天主教教徒 她做了皇位的 叫逼迫基督教 逼迫特别是呢 逼迫那个秦教徒 今天来讲一下 我们基督教怎样逼迫天主教的 我们承认历史就是逼迫他们 大家知道有个爱兰国家吗 看世界地图 爱兰看到吗 为什么有个爱兰呢 你们想过吗 不都是英国吗 以前历史上面的什么时候 有个爱兰 你看爱兰 搞错了 我拿整个地图 你看那个爱兰在哪里 看歐洲历史地图 同学们看一下 看歐洲历史地图 找到爱兰看看 你找到爱兰了 82到85这里是 82到85 看到吗 北爱兰看到吗 英国的西北角 英国的西北角有个国家 叫爱兰看到吗 他的首都叫都布林 他现在有一片土地叫北爱兰 还属于英国 为什么会搞出这么个摇我子事情呢 你们想要干吗 我告诉大家 爱兰是天主教国家 到今天为止爱兰还禁止离婚 不准离婚 要不你别结婚 考虑好 考虑出来就不准离婚 就这样的 还有以前爱兰有个 就是爱国解放纵线联盟 一直在英国放炸弹 一直放到什么时候呢 最少放到那个英国首相 撒切夫人时期 还在丢炸弹 就是他要独立 不跟你英国搞在一起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英国原来逼迫天主教统 逼他 他们就别独立了 有点像印度跟巴基斯坦一样的 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的 本来古代都属于印度人 古代都属于印度人 没什么区别 因为是北方的那个巴基斯坦 现在伊斯兰教 南方的印度人 是印度教织合成两个国家 英国也是这样的 本来以前英国包括三部分人 北方的苏格兰 南方的什么呢 那个昂格拉萨克森人 就是英格兰 曾经那家叫阿克特人 做进的这些国家 叫我也是他们这些 就商品商品这样的地方 现在怎么告诉爱兰呢 就是因为曾教逼迫 合不来 合不来那就进入那里 叫做爱兰 这个就是英格兰的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 曾教逼迫呢 天主教教会在英国 掌握三分之一左右的地产 他的财富呢 占全国财富五分之一 比德国也好一点 德国是三分之一 那么英国曾教改革运动 在里面讲过 有亨利巴士 亨利巴士怎么样呢 他想离婚生个儿子 教会老婆没发现什么错误 没什么言乱 这凭什么离婚呢 不准不同意 不同意他这个增加感觉 这个东西 我的名声不太好 建立了呢 虽然那个名声不太好 但是建立了圣公会呢 他是按照马丁路德 维克里夫他们的方式呢 建立了营国教会 国王呢 秦始祖领袖 所以呢 这亨利巴士呢 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 搞了世耻 大女儿呢 叫玛丽 是天主教徒 二女儿呢 叫伊丽莎白 就是新教徒 还有个儿子叫 叫做查理 黄金明斯了 那么 最近呢 以后呢 有个国王 在杰姆斯一世的时候呢 他是皇帝 杰姆斯二世呢 是把那个 那个翻译了 那个英语圣经的KGV 杰姆斯一世 就是1605年 11月5号这一天 天主教徒呢 发动了一个争辩 一个谋杀事件 叫用火药呢 想把英国的国会大厦 给炸掉 然后呢 把詹姆斯一世 他们一家呢 杀死 这个事情呢 姆姆败坏了 为首的人叫盖弗克斯 在英国有个节日 叫火药节 就是那天呢 专门用发火来去烧 写作盖弗克斯的 这个衣服的旗帜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国王 你是詹姆斯一世 你死里逃生 你会怎样对待天主教徒 换来你 你会怎样对待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 在英国是不能够担任公务员 别人都可以当你不能耽误 而且很多造谣的事情 比如1666年 伦敦大火 我们之前看过那个纪录片 伦敦大火不是烧 以前伦敦的房子 都是木房子 你现在去伦敦旅游 大部分是石头房子 为什么呢 以前造过火灾 这个火灾我们知道 这火灾是人不小心 就是导致火 起火 伦敦的房子是木头房子 就人意着火 但是这些英国人 跟我们中国人也喜欢造谣 谁干的 天主教徒干的 他烧着火 你说天主教徒 你这活在这个环境下面怎么样呢 你说你这天主教徒 活在英国怎么样呢 那你不说逼迫的时候 这两个都要把他抓起来 在英国的执法者 1940世纪 英国执法者眼里头 犯罪分子 大致等于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怎么样呢 我们认为天主教徒不属于英国人 因为他孝顺的动向 不是英国女皇 不是皇家 属于教皇的教徒 所以大家 在这里 这里一幅地图 这几个天主教徒 在英国当中一端 为什么呢 他成败的礼仪 不合乎 胜功会得 台湾就被抓起来了 看到吗 他抓他的原因就是 你在敬拜神 你的礼仪不对 就把他抓起来了 就歧视你 怎么着 就歧视你 就逼迫你 这里一个人持续了300年 我们作为中国人 知道一下 你没得到那些 天主教被抓起来 铁链捆着 这些侮辱性的行为 不能参加公务员 把在国家当个犯罪分子 一直到1829年 从1605年到1829年 当真教改革部 这个时候开始 从1517年开始 将近300年的时间 天主教在英国 是没有评懂的公民的权利 12等人是类似于 犯罪分子的一个人存在 你知道一下 好 我们现在讲天主教国家的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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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在北美的活动 你记住这叫死于海里 然后终于大革命 海里是什么东西 看下面的这个小动物 看到吗 像老鼠一样的 比老鼠大一点 比老鼠大很多 这种动物呢 这种动物呢 什么都之前 肉呢 肉反正吃 它的毛皮 它毛皮能够防水 又保暖 欧洲人很喜欢 古代欧洲工艺不发达 是没有暖气 请问你喜不喜欢海里提 大家都会喜欢 法国人呢 原来一些普通的法国人呢 在一千五万年左右 他就是这大型呢 在靠近北美的地方打鱼 打鱼的时候呢 跟渔民呢 跟北美大陆 印第安人做交易 做交易的时候呢 就跟他们换这个海里的这个皮毛呢 然后呢 卖到欧洲 欧洲人很喜欢 法国人就赚了钱 在这个时候 那我想多搞点皮毛怎么办呢 多搞点海里皮 发财啊 放海里皮呢 也也很好换啊 印第安人呢 比较愚昧 不懂啊 比如说 你用那个枪啊 欧洲人不是有那种的来福枪吗 那个火药枪吗 现场枪吗 你用一只现场枪 你可以换这么一堆的海里皮 画得来画不来 你想 画得来 画得来 就是赚钱的好机会 那么法国人呢 最先呢 绣着这商机 注意啊 整个大航海时代 是帮手之后商业 如果像中国人一样 不喜欢做生意 就像争地人 你跟他来往也没什么意思 来往也什么意思 就是欧洲人 也就是做生意的这种需求 那么呢 他们怎么做呢 因为海里啊 它是生活在水边的 他们就沿着有一条河啊 北美有一条河 叫做哈德逊河啊 这这个湾呢 叫哈德逊湾啊 这里进来啊 一直呢 到墨西哥湾啊 这里看 大概右手边 这个黄色的图 看到吗 黄色的图 沿着劳伦斯河啊 劳伦斯河 一直呢 往美洲 内地啊 走啊 找那个 找印第安人做生意 或者自己也打烈啊 交换皮毛 印第安人当中有一些部落啊 比如说苏族人啊 齐佩 福克斯 齐佩瓦人啊 福克斯人 这些都是比较强大的一些啊 部落啊 但他主要是做生意 法国人呢 也行做得很顺畅啊 为什么做得很顺畅呢 在北美的啊 他跟英国人还有一点不一样啊 法国人 他规定啊 我先讲一个啊 就是说来 来北美的法国人啊 一定是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不让比一般人随便办坏他国家的形象啊 国家形象就 他说法国是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国家 当时是啊 1598年有一个首先来的呢 有一个叫 尚普兰 尚普兰呢 成为新法兰西之父啊 他呢 他呢 小时候1598年 他舅舅啊 他自己 古 古代的流行的主要是家庭教育 他跟着他舅舅来到了北美 找海里批 后来呢 他又受皇室的拆请 来北美呢 建立殖民地啊 那么他在这个啊 跟印第安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他比较有学问啊 他就画了啊 圣劳伦斯福的地图 画了 然后呢 还把野外的那些啊 做了日记啊 记录下来 做了一些邮寄的记录 这些事情呢 有利成为一个资料 就帮助了法国在北美的啊 这个探索 形成了一本邮寄啊 叫上普兰 上普兰啊 1605年啊 那在啊 法国王室的领导下面呢 就在新斯科斯啊 建立了这个呢 一个州啊 这个现在叫做维门特州啊 法国的 这个湖呢 而且称名为桑普拉湖啊 桑普拉湖啊 在这里呢 他们还发现了世界上面最大的淡水湖 建立了美国的五大湖啊 五大湖 看到吗 这个左边啊 这正就是一个纽约州啊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地图啊 正记得他这个人是文打文扎的啊 啊 在这个圣劳伦斯湖上面呢 建立了我们的教材里头讲了啊 教材看一下啊 有些啊 家长没有孩子没有复习啊 啊 法国啊 在我们的教材啊 以四章啊 以四章寻找西北通道啊 新世界里的法国人啊 或者亨利海德逊啊 的探索啊 有的呢 我就有时候没有讲啊 你们大家读一下 我讲一些教材上面没有的 比如说分析他的原因 啊 桑普拉湖呢就是说啊 成为啊 新法兰西啊 啊 子父啊 这是个很名不经传的一个小龙我 但是呢 通过啊 这个殖民地活动啊 为他呢 经历了历史功勋啊 他在这里他不单找到了水源淡水啊 找到海里 还行呢 还经历了魁北克啊 后来的魁北克城啊 今天在啊 魁北克属于加拿大吧 对不对 就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那里现在还在讲法语 啊 啊 啊 美国人开拓啊 不是说法国人开拓殖民地啊 他很严格 就是说你前往法啊 这些殖民地的人呢 必须是天主教徒 关键讲的 天主教徒呢 就是说你受过神医学训练啊 所以他来到这里的人呢 他很和平 因为传教士嘛 传教士跟那个殖民主义者 他是不一样的 啊 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叫马卡特啊 美国现在还有一所大学啊 啊 叫叫叫马卡特 北美的第一所南语童校 叫马肯 马卡特大学 不是很了解啊 嗯 我们也去详细了解过啊 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啊 是天主教的一所大学 就马卡特啊 他他在耶稣会受过严格的教育啊 所以他来北美的时候 他的语言能力很强 他很快啊 没有任何资料 他很快就学会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图 跟当地的人打交道 跟他们啊 传教 你看到吗 这个图片啊 这个这个图片呢 是马卡特大学提供的啊 叫马卡特啊 在在这里呢 跟印第安人呢 讲耶稣基督 讲福音啊 当然是天主教的福音啊 讲的过程当中呢 他还 因为天主教是政教合一的 你一个方面你是教室 另外一个方面 是该国的国家的国民 他就用他的地理学知识 撤回武大福啊 然后呢 跟欧洲人呢 画了一份详细的武大福的资料和地图 你知道吗 中国人最记恨这件事情 你说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是北美了 那个天主教神父 来中国传教的时候 他也画地图 那中国人认为是干什么事情 如果你是啊 广州市市长 或者说你是广州军区司令员 一个老外在你这里画地图 你就怎么样 你会怎么想 他在观察地形想攻取这里 对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在中国呢 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的当地的光源 就把他抓起来 是吧 在云南一个叫马 马什么 卡住了一些名字 那个神父啊 他在画 把云南这个地形画下来 你想想看你要是云南巡抚 后来说你是云南军区司令员 你绝对劳不了他 对不对 你干嘛 你传教就传教 对不对 你看我们国家的三星地图 你把这个描得清清楚楚 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用云南人呢 相对来说了怎么样 你觉得没什么 我中国人就受不了 但是他天主教正教不分了 就带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而为什么基督教就没有这个忌惮呢 基督教在正教分开的 我这里穿福音就穿福音的嘛 你这里啊 在那里是军分区啊 你那里房子管我什么事 是不是 一点对政教关系 而天主教没这个概念 他可以画画画画 当然没 印第安人比较罗佛 不像中国人一样的 你画就画了呗 画了以后呢 那么呢 这个马 马凯特呢 这个人呢 他就跟当地人呢 讲福音 以至于 法国人来的时候呢 他们比较友好啊 可以一起做生意啊 做皮毛生意啊 做贸易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叫玄武延湖啊 我不是很了解 这书上的啊 就明明有一个先驱者登陆地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地方在美国 可能你们都知道啊 那个州啊 1682年有个探险家 叫法国的探险家 叫拉塞尔 拉塞尔 他来到一直走啊走啊 他走到墨西哥的湾了 然后呢 他在墨西哥湾在旁边呢 有一片辽阔的土地啊 他为了纪念他的国王路易斯十四啊 跟他取名了一个路易斯安娜州的意思 路易斯安娜州 今天路易斯安娜州呢 很多还有很多 有一个有名的城市叫澳梁啊 知道吗 我跟他讲澳梁烤鸡的烤鸡 还记得吗 澳梁烤鸡 还记得 就是这个地方 记得 法国人呢 把他在法国的养鸡养鸭的生活习惯呢 就带到美国 今天在美国 路易斯安娜州 是澳梁烤鸡 在发源之地 在欧洲各国家重视吃美食啊 讲究吃 讲究生活享受的民族呢 法国人手去一指啊 手去一指去搞吃的啊 这些东西啊 其他民族呢 他不太讲究吃了 尤其就是这个啊 什么增加改革的影响 有意有实就自主 今天为止美国呢 他要享受美食啊 他在航空母舰上面享美食 找中国厨师啊 找中国厨师 他一句浪漫啊 就叫生活到法国去啊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下 那么他们建立了 这些殖民地的势力啊 英国的啊 以后我单独再讲 叫美国建立的时候 再讲啊 美国是如何建立的时候 我单独来一起 把英国在北美啊 如何做事的 这个人一起讲过来啊 那么英国呢 也来到了北美 法国呢 也来到北美 今天还讲西班牙 西班牙在南美 他们之间呢 也有矛盾 别矛盾 但是这矛盾过程当中 英国人处理了 处理跟殖民地的关系啊 没处理得那么好 也就是说他来到了北美的时候 不是光是清教头来 而其他做生意的啊 把流氓地痞啊 尤其是英国啊 喜欢把那流氓地痞啊 尤其是英国啊 送到国外去啊 在英国本地混不好的啊 比如说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什么 澳大利亚是个库克船 找发现的 发现了以后干什么 把英国那些劳改犯 我穷了就就弄到了澳大利亚去 他有这个习惯 就这种人有什么好印象 你想想看 当然所以呢 就是英国人跟印第安人的关系呢 不知道那么好 那法国 因为他先来到北美的 他是传教士啊 这人有些打仗啊 比如说威廉王战争啊 安妮女王战争啊 乔治王战争啊 麦克马克森 你有些兴趣的话 你摆脱一下这个 就原著名的跟法国人结盟 跟英国人打仗 假如你是美国人啊 你是英国人的话 那么原著名印第安人 跟法国人跟你打仗 你要是英国人 你会不会 你得把印第安人当敌人嘛 对不对 这印第安人呢 也是饭吃多了 他就参与了这些战争 这你的利益纷争呢 就很复杂了啊 英国人打了七年 打了七年 就是说北美是战场 英国呢 对法国的 但英国呢是个工业国家 他当然怎么样 在法国呢 法国人肯定打不赢他 法国是个农业社会 农业国家打工业国家 是打不赢的 你个设施设备啊 什么的 装备啊 不过人家 而且在历史上面 英法百年战争过程当中 是谁输了 基本上是法国输了 英国人是谁的后裔啊 是昂格勒萨克市民 是日耳曼人的后裔 他本身就是了 商务好斗的一个人 加上他的工艺技术呢 应该法国就输了 法国输了 好了 这是一幅地图啊 这幅画啊 这是指英军的苏格兰高地兵 有法国盟友修伦组织 阿塔桑德 有幅画啊 法国啊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法国呢 也就像衰落 衰落就是说 他法国本土 法国王室呢 产生了法国大革命啊 这个大国大革命 以后大概大家讲法国大革命 特别是中国的影响很深远啊 我们小平同志啊 周恩来都是法国留学的 就学习法国大革命 然后回到中国呢 就推动中国革命啊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就路易斯安娜 他哪里还有能力管 北美的这殖民地啊 有部分呢 被英国抢了 后来怎么办呢 那个拉波隆 拉波隆是多少钱呢 事情啊 就干脆便宜卖给了美国 圣安娜罗亚就是 这个美国的国土面积的几乎扩大一倍 然后墨西哥 新墨西哥州啊 什么德克萨斯州啊 开始独立嘛 墨西哥独立 然后又并入美国啊 是美国的面积的 本来就你看那个 我看地图看到没有 英国的殖民地多大 你看一下再次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英国殖民地原来多大 你看一下 就13个州啊 这是个边上的 背后呢 是英法争议局 法国的殖民地更大啊 还有西班牙的殖民地 但是英法殖民地 就被英国占了 可能人家法国在打仗嘛 国内你给他搞不了 然后呢 还有的呢 就卖给了 卖给了独立以后的美国啊 美国的国土面积就是凡贝凡贝凡贝 就这种的 还有后面的这个 这德克萨斯州啊 还有啊 这叫什么州啊 这旁边叫什么州啊 我卡住了 就是那个邁阿米的一些城市 那个叫什么州 邁阿米啊 那个城市啊 这是哪呢 南部的啊 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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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罗里达这些州怎么呢 都个独立啊 就是变成美国的国土 这里新墨西哥州啊 什么的 然后呢 我一直往 一直开到这边呢 这里呢 全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本来是分散的 他们一个统立的国家 美国呢 就一直往西推 往西推 这样子 印第安人有了块土地 叫印第安那州 印第安那州 就变成美国了 就这样子 以后再讲 专门讲美国的历史 好 好 那后面的呢 就看一下这个 就法国呢 就是法国的北方 美国的殖民地呢 就没有了 变成美国的一部分了 法国呢 就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到此为止 就到此为止 那么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 我这个叫中国历史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讲 也需要纠正一下 就是刚才给大家讲错了 是荷兰殖民者 荷兰殖民者占领的是台湾 不是那个西班牙 我搞错了 大家没有什么疑问 天主教在全世界的势力范围 就基本就是这么多 到今天也是这么个范围 也是这么个范围 南美 南美洲 那就是它的势力范围 在西班牙的推动一下 老师我有个补充点 你说 你说 亨利巴士有四个 西子 或者是有五个 哦 你说 你说吗 没事 我就是四个 我咋看的是五个 五个 那我就是查课一下 我可能也讲错了 我可能也讲错 记得不是很准 啊 记得不是很准 啊 好 谢谢你啊 还有吗 亲爱同学 天主教我就讲完了 老师 就是你刚才讲西班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是在哪 没有 我搞错了 西班牙是中国没有殖民地啊 我说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是那个澳门 西班牙在中国没有殖民地 西班牙在中国没有殖民地 他只有那个一些贸易型的 他没有殖民地在中国啊 谢谢老师 啊 亨利巴斯是五个是吧 嗯 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就是理解才行人啊 这天主教呢 你不需要背 你这需要背的一个时间 那天特会议 你一定要知道啊 天特会议一定要知道 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一个分眼的东西 当然他太秦任了 这么这么的啊 那个亨利巴斯啊 这个是个丑闻啊 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是个丑闻 你搞增加改革是因为多找老婆 对不对 但是呢 天主圣工会的改革以后还改的蛮不错啊 就是搞了什么三四九条纲要啊 就地下来就不讲了 那一个人赢 就这么八经的我就是四个妻子 你们说是五国了 我去查一下啊 可能讲错了 不知道 那地下的谁知道呢 我也 我们这根据公开的史料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同学们 一定要理解啊 一个两部分 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啊 神圣罗马帝国 它跟政教合一的关系 然后呢 天主教呢 天主政教合一的啊 有坏毛病有好毛病啊 你知道美洲怎么样 比较和平的啊 比较和平 英国怎么样呢 英国开拓殖民地 就没这么和平 因为怎么呢 传教士很友好 你像那个带队神的样子 来中国他很友好 但是别的人呢 登印度公司的人呢 他贩毒啊 放鸦片 那中国人就很讨厌了 他这两部分是一部分嘛 不一样 像那个啊 刚才一点注意啊 政教不分 在美洲做得很好 那中国人就很讨厌 你就换我的地图干什么 你把我的东西都记下来 你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中国的官员就把他抓起来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问题能回答吗 为什么西班牙那么有钱 为什么他大头鸭都是很有派出的 那个单独生童话 在开玩笑 那大头鸭是西班牙血统的 是高贵的 为什么 因为他每周都花钱 不光是每周都花钱 他还做生意啊 就是大家也知道 有的时候游戏中 为什么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 你有一些文学作品呢 他跟历史是紧密相关的 或者你没有历史背景呢 你就看不到 好 我们今天就课讲到这里 就介绍了天主教国家的扩张 有好几张啊 大家都去看一下 对不起 有些同学可能 可能没有注意到 可能还有点时间 太阳王我就没讲 可能我还想背课背的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设计多少张法国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四章 第七章 十三十四十五章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那其他的一些故事 你只要会使字啊 这本教出来很好懂 这本教出来很好懂 那就是一些故事 当然有一些内容呢 我估计它是虚构的啊 而且细节的方面是虚构的 那你就看一下 就这方面大家理解啊 我讲的这些没有什么虚构的 除非我讲错了 我会虚构的内容给大家 我们就结束了 以后都是这样的 同学们都知道 我都会提前告诉大家 我会讲什么内容 知道一些啊 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作文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啊 正教分开 也不是啊 教会要依靠啊 政府来保护 主啊 灵敏和帮助我们 虽然啊 政府支持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房子 会得到啊 很多的啊 经费 但是主啊 我们不靠这一些 我们来仰望主你 天父灵敏和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呢